支部专家 真的 董勇受到这个女孩子的帮忙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将这300批的肩部 全部把它完成 老板在不得已的情绪之下 人家工作已经完成了 数量都非常的完整 他还是答应人家一定要 董勇离开 董勇就带着这个女孩子离开 在半路上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就向董勇慈情 说我是天上的仙女 你的孝心啊 感动了天地 是天地 要叫我来帮忙你的 话一说完 他就腾空而起 所以说 这些孝心的典故 真的是孝能感动天 很多人因为 他用人的这种眼光 来看这种天神的事情 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只相信他的眼睛 只能看到红层黄粒蓝定质 阿瓦色线 射线 射线 看不到 他就不相信 这些东西确实是有啊 行为上未知到的东西 你看不到 但你不能说那是没有 不然你以为 或许在这个理解讲 讲说不是天神啊 就是仙吼啊 感动天啊 说讲超越人的 科学所能认识到的范围之内 确实是有的 所以才有这些典故啊 我们来谈二十四校的第七校 桌草的坛子 陆主奉亲 坛子是周朝的乳国人 他非常孝顺 父亲 父母亲呢 年纪老了 又患了严重的眼疾 父母亲又想要喝露奶 可是就找不到露奶啊 这个坛子呢 灵机一动 后来就找到一树露皮 就披上了露皮 扮演成小露的这种架势 夹杂在露群中 他就顺利的 起得了露奶 刚他转身要 然后走的时候 刚刚有一个猎人 以为他是真的是露 就用剑准备要射他 坛子便在花芒之中 赶快站起来 把露皮就摇一下 就将这个事情 告诉了这个猎人 后来知道 坛子是这样的一位 令人真净的孝主 坛子后来才幸免的一时 真的是效能感动天 在那个危急之下 刚刚好时间 一秒都没有差 当他挤完了露奶之后 那个猎人刚好剑已经拉 弓箭已经拉开了 这个瞬间 这个瞬间也可算是感动了天神帮忙 我现在来讲 我现在来讲 发生了战争 江哥就背着母亲 赶快逃离 刚好碰到道解 要把江哥抓去 江哥就跪下哭诉 祈求这些道解 我有老母要供养 怎么会和你们一同去呢 希望你们饶了我吧 给我一个孝心的机会 强盗听了这些话之后 也不忍心杀了他 江哥穷到连邪主 都没有 只好赤着脚走路 赤着脚去做工 做工做那钱 来供养母亲 所以说他穷自己 他供养母亲的时候 母亲身边要东西 一样都不切 真的有很多这种人 母亲死了之后 江哥哭得非常的悲伤 又在墳墓的旁边 搭了一个茅草屋 他就住在里面 睡的时候 上腹也没有脱下来 有人就举荐他 做了孝脸 后来他也官拜 建议大夫 也当了官 所以真的是 孝顺主地 必明显 以上首辑的这些人 的孝心 到后来都成为明显 也当了官 也当了官 不然也当了有钱人 在历史里面 都记上一载 你看人有多少的人 我们都忘记了 历代有多少多少太多的人了 我们都忘记了 不管他是有钱人还是当大官 我们都忘记了 但是这些人 只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 他的典故就留下来给我们的后人 来当做教育的教材 鼓励小朋友 鼓励所有的人 要有这个孝心 我们再来谈 二十四校的第九校 霍汉的陆基 怀疾于亲 怀疾于亲 汉朝墨连 陆基 他的父亲叫做陆康 和元氏是很要好的 有一次的机员 陆康带了陆基 去拜访 元氏 元氏 拿出了很多的吉子 来招待这个陆基 陆基 看到这一个吉子 就想到母亲 非常的喜欢吃吉子 他顺便就拿了三个吉子 放在那个袖子里面 陆基就要告别的时候 因为守起来吉功 刚好这三个吉子就掉在地上了 在地上 当下元氏看了就笑了 他说陆康啊 你竟然暗地里 藏着子人的吉子 你不怕他人 笑你来是在偷吉子的吗 当下陆基变双膝跪向 就回答到 我们抱歉 我应该要跟你讲 但是因为这是我母亲 很喜欢吃这个吉子 所以我就想要带几个回去 给母亲吃 元氏听了这一番话 也非常感动 当下也教了陆基说 没有关系 但是以后 你一定要跟主人讲一声 不然人家以为是你偷东西了 这个行为是不好的 因为当时的陆基才六岁 小小的年纪 小小的年纪 所以他的这个吉栋 也感动了元氏 也将了这个典故留下来给我们后座 来表扬他 这是二十四校里面的第九位 我们继续来谈 二十四校第十位唐朝的唐夫人 一十四校里面的唐夫人